德國有公司使用腰果殼研發出一款環保有機瀝青 號稱比傳統的瀝青耐有十倍 也能大幅的降低原油使用跟碳排放 最近開始跟法蘭克福機場合作 在跑道上展開測試 幫助機場朝向零泰牌的目標買進 工程人員忙進忙出 操作機器在路面上鋪上瀝青 讓機場跑道煥然一新 不過這次鋪路使用的可不是一般的瀝青 而是使用腰果殼製作的特殊材料 德國一家瀝青製造公司 結合天然的碳氢化合物 還有腰果殼內的有機萃取物 生產出一款標榜永續的新型瀝青 公司最近跟德國最繁忙的法蘭克福機場合作 在一條長200公尺的機場跑道上 鋪設了一半的腰果殼瀝青 跟另一半的傳統瀝青做比較 實測兩者使用上的差異跟優缺點 全球氣候變遷加劇 各企業開始研擬減灘策略 公司號稱腰果殼瀝青 比傳統的耐用至少十倍 瀝青的轉型跟改良 也能降低原油的使用頻率 大幅減少碳排放 而法蘭克福機場計畫2045年達到零碳排 這次測試也朝目標邁進一大步 這樣都很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